由於河流水位持續偏低及水溫過高 影響了繁殖 導致三文魚的數量處於歷史低位 太平洋漁業管理委員會在星期三建議 今年再次取消加州海域的三文魚捕捕規節 是連續第二年作出此決定 Sacramento河流域是西海岸三文魚的主要產地 過去每年可以養育100萬至200萬條魚 但去年僅有不到14萬成年帝王三文魚返回該河產倫 這一決策對社區產生了嚴重的經濟影響 據估計去年取消暴流規造成的經濟損失 在4500萬至6500萬之間 儘管聯邦已撥款超過2000萬元援助 但許多漁民表示他們尚未收到這些款項 業內團體擔心連續第二年取消暴流規 將使更多漁船離開船隊 委員會估計 2022年該漁船隊的船隻數量已從1980年代初的近5000艘 減少到464艘 該建議將在5月中旬前提交至國家海洋漁業服務局審批 天羅華斯記者 編輯報導